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22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礼拜五的台北股市 是连续第二天呈现了向下修正的走势 那虽然说以最终下跌的跌点38点 它跟礼拜四的下跌33点 都是属于这种小幅度回挡的一个行情 但是我相信投资朋友应该有感受到 就整个盘面的结构上面 什么东西叫做盘面结构 简单讲就是礼拜五下跌的加速 它明显是比礼拜四多很多 因此整体盘面的结构 它的表现上面是比较弱势的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同样都是跌30几点 为什么礼拜五的台股会让你感觉到比较弱势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想还是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是一样的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对于台北股市而言 礼拜五它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而关键的一个地方是在于 我们希望它能够站回到月线跟季线以上的一个关卡 那你从礼拜五盘中的一个走势来看 的确多方它有试图想要去做一个 至少往上拉抬到月线 月线线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但最终失败的一个结果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有时候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子 在你该转强或者是你在该表态的时候 你没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会遇到利空的消息去做连发 而这样的利空消息发生在哪里呢 这样的利空消息 你早上如果你有看美国股市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有留意到 礼拜五晚上的一个美股 它的走势表现算是非常的弱势 尤其是跟这个台股比较高相关性的个股 包括了像是苹果也好 苹果跌了2.26% 稍后会针对这一块来做分析 那以及像是费城半导体 这个应该是跟国内联动最相关的一个指数 它是跌了2.99% 大概将近3%的跌幅 因此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当然大家看到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担心 礼拜一台北股市的表现 因此我想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就先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到底礼拜一你要留意哪一些重点 同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好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 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之所以会特别谈到 我们希望礼拜五能够站到月季线之上 最主要就是考量到两个比较重要的技术面关卡 一个是月季线的一个死亡交叉 另外一个是日KD指标的一个高档转折向下 我想这两个指标在技术面里面 它都不是那种有利于多方的条件 它相对而言都是比较对于空方而言是比较有利的 因此在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第一个你要知道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台北股市并不算是强劲 那你不是一个强劲的一个行情 你着重的重点 就不是那种所谓的强势功高的表现 这个时候简单讲 你不用期待说这个行情会出现 常常可以补缺口然后带量喷出创新高 这个在短时间之内你在台股里面是看不到的 那比较弱势的行情你就要着重于在防守上面 那防守要防守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11642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参考 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价格是收盘不能够跌破 而不是盘中不能跌破 我之所以会特别强调这一块的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你以礼拜五晚上的台指期盘后来看 跌60点正常来讲台股在礼拜一的开盘 应该要开在这个价格以下 所以他开盘就会跌破这个价格 但是呢重点我们要看的是收盘 有没有跌破11642 那为什么会强调这个价格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1642是这个礼拜的一个低点 那跌破之后代表你是一个小时的头部 往下去做跌破 那因为最高点是来到11854 然后最低点是 对不起不是最低点 仅限的位置是11642 所以合理来讲 你往下的话应该会到212点的空间 212点会到哪里 到11430 这个部分我都有写在我的一个分析稿当中 但当你看到11430的时候 就代表你回来这个低点的位置 因为这个低点是11423 那一不小心没有守住的话 当然对于指数而言 它就进一步下修的一个压力 好所以这是这个礼拜当中 我觉得大家最主要关注的重点 就是仅限这个位置 它能不能够呈现守住的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呢 则是在于说 当然我知道大家看到 礼拜五晚上美国股市的表现 可能会想说 那礼拜一早上一开盘 要不要做停损的操作 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你手上的一个个股 要不要做停损 这个跟它的技术面 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 是有关系的 但无论如何 你要做什么动作之前 请你都在10点钟 应该这样子讲 你要买股票的 我也希望大家尽可能在10点以后 确定行情怎么走之后 你再来做调整 但如果你是要停损股票的 我是建议大家 你在10点之后 你再来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在礼拜一的台北股市 它第一个小时 很容易看到当天的低点 这个原因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 另外的一个技术面来看 这个是加权股价指数的小时线图 那你可以看到现阶段的一个 小时线的K值在22.06 低值在26.37 换句话说 这两个技术指标 你只要再开低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进入到20以下的一个低档 当然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20以下低档不代表行情一定会 开低之后向上去做走高 但是的确就历史实验来看 它在第一个小时 也就是10点钟之前 见到低点的一个机会是很大的 那如果说第一个小时是当天指数几乎是最低点的位置 那当然我们就操作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是希望说在后面10点到1点半这段时间里面 它能够收敛跌幅 所以如果你要砍股票的话 我是建议这一段时间当中你再来做 它可能价格上面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但为了如何 现阶段其实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短进短出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 很好停准动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你的一个操作策略 你应该把握住两个原则 第一个叫做太弱留强 弱势的股票 因为投资朋友操作是这样子 就是很多人都习惯先出这个 然后留这个 为什么 因为赚钱的比较好出 对不对 就是出起来不心疼 但这个出起来会心疼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种行情表现比较弱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要先处理这一块 然后后面再决定这一块 要不要去做保留 那或者是说 你就干脆出场 保留现金的一个部位 我要告诉大家 现阶段其实不是只有 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整个金融投资界都会遇到的 同样的情形在于 疫情的不可掌握性 因为毕竟这个部分 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已经对于 上市对台股来讲 比如说对台股来讲 他已经对于二月份的营收都造成冲击 但是对于后续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 或者说对于整个全球GDP的一个影响 他到底会有多大的层面 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谈 现阶段都属于没有办法评估的状态里面 因为毕竟这个疫情有开始 一下子好像跟你讲有控制住 然后一下子又告诉你扩散 这个的确是现阶段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 原则上在下个礼拜你的关门重点大概就两个 一个是11642 在礼拜一的收盘不要做跌破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做什么动作之前 你要先把这个结论放在心中 就是第一个小时比较容易看到指数的低点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当然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希望夏老师能够帮你做解答 或者是说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现阶段我们推出乐部自俗引进门的一个方案 金属是VIP会员 银属是简讯会员 一加一都从3月1号开始做起算 所以如果说你是有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透过加入 夏老师台股最前线的一个LINE好友家族 来跟我们的小编来做联络 那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的LINE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LINE的一个好友家族当中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加 或者是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个股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了 就是费城半导体你可以看到 在礼拜五的时候呈现大跌 包括NVIDIA跌了4.74% 然后美光跌了3.41% 德州仪器2.24% 爱斯莫尔2.38% 然后应用材料跌了3.21% AMD跌了6.97% 好所以这一块他一定会对于礼拜一的台北股市相关的个股造成影响 但是呢我今天着重的一个重点 我反而会摆在 先把它摆在苹果相关的一个个股上面 因为简单讲 这一块影响到的是什么 虽然说台积电ADR没有跌很深 它跌了1.58% 但第一个 费城半导体的下跌 它会影响到台积电 然后苹果的下跌 它也会影响到台积电 尤其是在于礼拜五的美国股市的苹果 它出现了一个最近半年你都没有看过的现象 在于什么 在于它跌破月均线 而且是明显跌破月均线的时候 它是以黑K的方式去跌破月均线的走势 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从这张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破月均线不是只有一次 包括这里 对不对 包括这里 当然如果你要细讲的话 你说老师这一根也是黑K破月均线 但当时它是收盘价碰到一点点 那你跟这个礼拜五的行情差了大概2% 这个当然其实是有程度上面的差异 那包括这里是红K破月均 然后这里也是红K破月均 简单讲就是从去年的8月 应该是8月20几号之后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你当然不会看到那个苹果的股价出现那种黑K破线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我觉得多多少少也跟上个礼拜那个13F 13F是什么 13F就是美国的大型投资机构 他每一个季度都要跟这个美国的SEC 就是证券 他们的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 去申报他们在上个季度 他们持股的变化 那这一次出来 我必须谈 就是有时候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股价在转弱的时候 什么样的消息都可以成为他的一个 压盘的重点 包括像波克夏 波克夏是什么呢 波克夏就是巴菲特的一个投资公司 他们也去出脱了有苹果的一个持股 虽然说以比例来讲其实不高 但现在大家不在意这件事情 他们在意的就是波克夏 或者是说股神巴菲特 他开始有去出脱苹果持股 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会给投资人造成一点压力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还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天 同一个礼拜的事情 在这一天苹果下修了 下个季度的财测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在礼拜五的下跌的过程里面 它是跌破了当时下修财测的一个低点 所以这个股价上面表现会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对于苹果来讲 我觉得礼拜一一样对于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股价最好能够占回到月线之上 因为它毕竟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你看跌2.26% 它就跌破这个位置 所以它就告诉你说 我只要涨2%我就能够回到月均线之上 而且你时间点要尽快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站回去的话 以扣底的角度来看 那你随着你的差距去做拉大 这一个月都是高档的整理平台 所以它会造成什么现象 它会造成月均线往下去做一个转折 那你这个一旦出现转折的话 因为这是一个平台整理一个月 所以代表就是说未来一个月 它的股价就不容易有什么太好的表现 那当然对于平盖股来讲 它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会特别点苹果 跟大家谈最主要的原因 那如果说以苹果的一个平盖股来看的话 当然几档指标性的个股 我们先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那第一档当然是2330的台积电 那这一档个股 我这样子说好了 我认为它股价回测到315的附近的机会 其实还蛮大的 但是在回测到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去看外资有没有开始出现回补 这个是我们对于台积电的结论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实际上从11月20号 11月20号就在这里 这个是整个外资持股 对台积电持股的最高峰 那个时候是来到了2038万 你没有听错就是因为台积电是一个股本 超过2000亿的公司 所以外资的持股超过2000多万 大概8成左右的股票都在 都在那个外资手上 那降到2013万 也就是说在从11月20号这一天之后 外资的持股减少了25万张 那25万张你说多不多 应该这样讲 它对于台积电的股本来讲 2000多万张来讲减少这个25万张 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幅度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是 过去这段时间大家都讲说台积电有多好 有多好 当然我们也不是讲台积电差 但是在外资很好的同时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不买股票了 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的持股一直在下降嘛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它告诉你什么事情 外资跟你讲很好 但是315块钱以上它不买 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 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从去年的11月20号之后 他们普遍来讲都正在卖方嘛 那卖了25万张 我稍微带那个成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2019年的 2019年的11月23号到 到礼拜五嘛 我发现我的那个录音的声音开太大 应该等一下 应该会有比较重的录音了 不好意思 好 那这个部分原则上是这样子 就是你看到最近期目标价给的比较高的是 就是台湾摩根士丹利 就最近期在这个礼拜给的 那他目标价给368嘛 但是他自己站在卖方嘛 你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他们最近期都是站在卖方嘛 那卖超的价格多少 323 328 328 326 328 等等等等等等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卖超的价格在323到328 那大摩给368 但最近都是以卖超为主 所以这个股票合理来讲 他会有往下修正的压力 那如果说就礼拜一来看 这个部分第一个你要看的是322 也就是这一个蓝色这条线的那个低点 能不能够守 不能够守 他就往315去做卖进 那实际上如果就 你就那个ADR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里会稍微破 如果你就ADR的这个股价走势来看 这里应该会破 那重点就是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嘛 就是开低如果走高 我322能不能站上 这个位置站不住 他一定往下侧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是 最后外资愿意买的价格 虽然后面也没有什么动作 就是在这个价格以下 也没有很记忆买 但是你如果从这个过去的买超的轨迹来看的话 你要看到315以下 才有可能看到外资有回补的力道 还不一定哦 所以你要在315块钱以下看到外资回补力道的时候 那个对于你来讲才会是台积电短线的买点 那如果都没有呢 没有你就等他股价看修正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嘛 好那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档比较重要性的一个个股应该是来自于2317的一个洪海 那洪海的部分我在礼拜一 礼拜四晚上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谈过嘛 就即便说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人是买超还卖超 好洪海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礼拜五又卖了6559张对不对 但是到目前为止大概也都还有90几万张 应该还有91万 91万多张 换句话说呢 就是外资针对洪海的部分 事实上他目前为止 他没有做出那个明显停损的动作 所以这个会对股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简单讲就是我们那天跟大家所谈到的 我认为80块钱以下 他往下破的空间是有限 但是呢 这个股价如果谈到缺口的位置86块2以上 这个都会是卖点 所以短天上面你应该怎么做 80到86块 这是一个区间的操作 好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礼拜五的时候他股价有回档啊 好又跌了1块1嘛 对不对 但这个部分如果说你现阶段你还持有的投资朋友 我是这样子建议啦 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做价差 好但是80以下你不要杀啦 好然后等谈到85块86块的时候 你再来做调整 调整完出来之后 你要去压回到80块 你要去做低接 你再来做低接 你一定要先出之后 有收回资金 然后下来的时候你再接回来 你才会有那个价差产生嘛 对不对 要不然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你可能就会 相对而言你可能就会砍在低点或者是追在一个相对高点 这个部分提供给 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好然后除了鸿海之外 另外包括像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有一档个股表现很强势 这档是也不算很强势 应该说凭概股当中表现算不错的 像是2474的课程 好那课程的部分 外资从1月3号开始去做买超 那买超张数是2.4万张 这个部分我一样带大家看一下 新的股票我带大家看 那旧的我就不多谈 好他们从12月3号 跳不出来 对不起不是12月3号了 他们从2020年的1月3号 开始买超到现在买了24000张 那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他买进的均价 246 242 245 249 246 25 247 245 所以大部分在多少 大部分在245块钱左右 那如果说我们去抓一个范围区间的话 大概就是240到250 好不过这两个股为什么冲高之后 他会开高走低流上 流黑黑暴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简单讲 第一个 苹果 苹概股的一个股价表现都不强 对不对 所以你对于可乘一定会造成影响 他等于是你自己一个人 走出往上走的路 所以正常来讲 这股价其实原本就比较容易会被拖下来 第二个重点在哪里 第二个重点在于 他现阶段的季线是曾经下弯的 所以股价他不会一次性的上攻 那这个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大家不用急得去抢 因为你看现在在这里 下礼拜四天 1234 然后3月2号 23456 一周 然后90 11 12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当然都希望是一个大波段 这个还没有确定是一个有转折向上机会的时候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 然后等在月中旬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那但是后续如果跌破就不用看了嘛 对不对 那维持紧性之上 他股价其实才有攻击的机会 那第四档个股 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个股是305的文贸 那文贸在礼拜四反弹 礼拜五股价要压回来 那现阶段 等于是这样子讲 就是说 他的筹码现阶段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架构 就是你看到 礼拜四买2248张 礼拜五出了1351张 但这个部分 当然第一个你要看是谁出的嘛 那我们刚刚谈到 2200多张是国泰证券买的嘛 那他们在礼拜五是只有出了38张 那最主要是美龄嘛 那美龄的部分 如果说你去看他的一个操作轨迹的话 事实上 这一波他大概一直都是在调节的方向 对不对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 我想我们维持对于这档个股的看法 原则上 如果收盘破279 我挺准的 我先跟大家讲 就是大概会这样做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毕竟 他股价其实已经压回来了嘛 那后续在下个礼拜二扣到高档之后 你只要没有进一步转折向下 就会轮到反弹时间 反弹时间就是 你可以来挑战这个缺口的位置 好 所以301.5 大致上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在礼拜四 跟大家所谈到一档个股 所以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你看 我们那时候讲说月线下弯 他会成反压 对不对 虽然说你就 你就他的一个礼拜五的股价来看的话 他股价呈现上涨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均线的下弯还没有做改变 所以正常合理的逻辑是 你看下个礼拜四天 然后到礼拜三月二号礼拜一 他会跳到这里 你在这个时候确认之后 我觉得再来做 可能相对而言会比较安全 所以各种平概股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当然前提是你要回到大架构底下就是 苹果的股价 能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回到月线之上 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这些平概股当然相对而言表现 都会比较弱势一点 但我如何我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说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来看 我跟你讲这个行情 它不能够讲说一定会崩 但是它的确在转弱 它的确在转弱 因为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好了 你看那个光月季现死亡交叉这件事情 月季现死亡交叉这件事情 它多久没有发生 上一次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这里嘛 对不对 这个是去年的8月22号 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的想法是说 老师 月季现死亡交叉怎么样 后来不是都上来了吗 对 但是你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 去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是电子股的旺季 第二个是 去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没有武汉肺炎 而且这个基期差了多少 这个基期差了1000点吧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 这个行情有它开始转弱这样的疑虑的时候 不是代表说你所有的股票都不能够做 当然还是有可以操作的股票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比较弱势的股票 一定要懂得调整 因为你如果不小心套在高档 你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做解套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建议大家 你要做太弱留强 至少你要保留一部分的现金部位 我觉得它比较能够让你在 接下来如果行情真的往下去做修正的时候 你有一个比较阴影的机会 那一样 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的问题 希望夏老师帮你做解答的 你可以透过加入我们的这个Lite 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电话来跟我们做联系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乐布斯属引进门金属VIP 影属简讯会员1加1 从3月1号开始起算 如果说有兴趣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Lite 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2月22号的台股最停线 veda? 你 Patricia